永离热闹 心得清凉 所受快乐 犹如漏金比丘 漏金比丘是阿罗汉 那漏 是烦恼 这个地方所致的 见思烦恼 见思烦恼断境 等阿罗汉苦 阿罗汉所说的快乐 我们人间天上都比不上 天有二十八成天 不能跟阿罗汉相比 我们看主节 那第三十元 永离热闹 心得清凉 所受快乐 犹如漏金比丘 是为 这把括题标出来了 热闹 热闹 是烦恼 为巨苦所致 深热心脑 鼓名热闹 人 在有怨恨 或者公共无漏 都有这个现象 发脾气 发脾气发火 所以脾气发的时候 脸都红掉 身上都变热了 老符 那 浓恨 人就能得到啊 谁能得到 念佛的人能得到 念佛的人 二六十中 就是一句佛号 念念相续 佛号不中断了 功夫得力的人 看一切众生 都是阿弥陀佛 看山河大地 就是极乐时期 他先得清凉 清凉自在 这是现在得到的 永远离开 热闹了 热闹是成会 贪了 愚痴 贪真吃满 热闹 那为什么他能用力 他知道那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所以他肯放下 他欢喜放下 一般人为什么放不下 他当真 他以为是真的 那就放不下了 真正知道 他是假的 你就不当真了 于一切 一切静缘当中 没有得失 遇到了 得到了 没有欢喜 没有贪恨的心 没有贪恋的心 失去了 丢掉了 没有成会 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心上就是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阿弥陀佛比什么都重要 海浅上 有老和尚有一句话 那个话我们要记住 他老人家曾经说过 阿弥陀佛 就是我老和尚的根 这句话重要 他有根 我们都没根 有根 真定取 没有根 不定取 他真丢根 一切实 一切出 他没有丢失 生活 穿衣吃饭 没丢失 工作 没丢失 待人见屋 也没丢失 待人见屋 在他的感受当中 就仿佛在极乐时期 看到一切众生 住上善人 都是迷陀观音 发喜 充满了 所有老和尚 夜深 没有发过脾气 没有给人家 真高的认低 没有 处处 前让 真能放下 为什么 极乐世界 他看到了 阿弥陀佛 也见不见了 极乐世界 真好 可是你完全不一样 所以 这个世界 他全放下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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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